哈喽大家好 然后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呢 给大家主要来讲一下 关于python它的一个简单介绍 以及python它能够做什么 那其实我们很多的同学呢 在开始接触python的时候呢 可能说就听着python的话呢 有人工智能对吧 它的一个工资呢挺高的 对吧 然后呢各种各样去夸python 怎么怎么样 对吧 更多的是听到这一些 那我今天的话呢 也会给大家去说到 为什么python的话呢 最近会特别的火爆 对吧 而且的话呢 它的一个学校方向呢 它的一个功能呢 也越来越多 好吧 那首先呢 我们先去讲到关于 什么是python 其实python的话呢 它无非就是一门计算机编程语言 对不对 就是一门计算机语言 就是简单而言呢 它是一门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语言 对吧 那这个计算机语言的话呢 是用来和什么呢 和电脑去交流的 对不对 和计算机交流的一门语言 对吧 那按照我们正常人与人之间去交流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汉语 对吧 有英语 然后还有这个日语 对吧 还有俄语等等等等 有非常多的语言 那和计算机交流呢 那么就只能用这种计算机语言 那么常见的计算机语言呢 有咱们的一个c语言 对吧 java语言 还有python 等等等等 有非常多的一些编程语言 好吧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计算机语言 那 这是关于咱们python的一个功能 那既然讲到啊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编程语言 对不对 那么python的话呢 在这些编程语言里面呢 有哪些样的一些突出点呢 对吧 或者说它更加适合哪些方向呢 其实我们经常说啊 编程语言呢 它其实没有固定的一个排行啊 只能说呢 哪个 哪个 哪个语言更加适合哪个方向 对吧 那首先的话呢 在咱们的一个国内啊 其实python的话呢 已经火到了 非常就是非常火爆的一个程度了 对吧 从2018年开始的话呢 python的一个 学习热潮就开始爆发了 对吧 然后各大高校的话呢 都开始去开示了这个python的一个课程 啊 然后包括像计算机考试的话呢 也在2018年也加入了python 对吧 就各方面的一些 尤其是像一些高考啊 它都加入了python的一个考试 对吧 啊 然后这是关于python吧 呃 那python到底能做什么呢 对吧 那python可以做的事就多了去了 那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 对吧 也非常就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一个啊 爬送开发 呃 关于爬送开发这个行业啊 其实前几年的话呢 有人说爬送开发呢 他不赚钱 对吧 或者说爬送开发呢 他前进不好 但实际上的话呢 据我所了解啊 就是现在从事爬送开发的一些人啊 现在还在从事一直坚持爬送开发的人 他的一个薪资的话呢 呃 起码是15k 对吧 起码是15k 以及15k以上了 就是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薪资 明白吧 就爬送这爬送开发这个东西的话呢 正由于他能够实现的 他能够做的事特别的多 啊 首先的话呢 你先说他的一个作用 对吧 爬送开发的话呢 他能做什么呢 哎 做一些数据的一个批量采集啊 什么意思呢 你像比如说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人工智能 对吧 叫这个catgpt 对不对 chat 然后gpt啊 就这个玩意儿 还有这个cat钢3吧 对吧 像这些智能机器人啊 他的一些对话啊 他都是需要通过大量的一些数据 进行一些呃 模型的训练 对不对 然后呢 才能够得出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 也就是说 他的一个底层原理是基于什么呢 是基于数据的 明白吧 就现在市场上所有的人工智能 基本上都是通过大量的数据去训练出来的 你包括像以前比较火的 对吧 一个叫做那个 呃 那个下棋的α 对不对啊 那个玩意儿的话 他也是通过大量的一些旗谱去训练 对不对 然后人工智能呢 加以学习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 那也是证明者 变相的证明者 我们的数据呢 它的作用其实非常的重要 对吧 那么数据重要的话呢 从哪里来呢 对不对 那爬送开发 那爬送开发 它的一个作用不就来了吗 对吧 然后除此以外啊 除了爬送开发呢 能够去采集一些数据以外呢 他还可以去实现一些 哎 咱们人能够实现的操作 对吧 就是帮助你去执行一些 啊 操作 比如说你要联网的 对吧 你要在这个电脑当中呢 你要去执行一些 呃 给他演示一下 好吧 演示一下啊 像我们想要去实现一个 抢购的脚本 对吧 想要去实现一个抢购的脚本 我们可以右键运行看一看 对吧 他可以直接将这个大卖网啊 大卖网直接打开 然后呢 输入来到咱们的一个 抢票的一个界面 然后直接帮助我们下单 对吧 下单以后呢 并且呢 将这个滑块给我过掉 但也就是所有的一个流程 哎 他全部呢 都可以给我过掉 最后到这个付款的这个位置 对吧 这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脚本 哎 爬送的话呢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做的 对吧 自动化的一个脚本 你看吧 就如果说你要到网页当中 去实现一些操作的话 爬送他都是可以去做的 那除此以外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比如我们去采集数据 对不对 我们想要去爬一些视频 对吧 爬视频的话呢 可不可以爬呢 当然也是一样的 对吧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 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比如说现在的话呢 想要去看一个视频 对不对 我现在呢 打开这个腾讯视频 我想要看这个三体 对吧 我想要看这个三体 但是呢 我现在呢 奈何我又没有VIP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我就只能将这个链接复制过来 然后点击播放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拿到这个视频的一个内容 对吧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观看 并且没有任何的权限限制 对吧 然后包括爱奇艺腾讯 还有这个优酷乐视等等 都是可以的 对吧 这是关于视频的一个播放 对吧 他也爬送的话 也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数据的一个采集 对吧 然后除此以外 那比如说我们想要听歌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要去看小说 对吧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 对吧 看小说的话呢 我就不给大家去演示了 对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听歌 对吧 看一下咱们的一个音乐 那音乐的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去实现一个音乐下载器 好吧 我给大家运行看一下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屏幕的右方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只要去输入咱们的一个歌手名称 比如说这个周杰伦 对吧 然后一页 然后十首歌曲 点击确定 他就可以直接将这个歌曲内容呢 帮我下载到咱们的一个 帮我下载到咱们的一个文件当中了 你看 对吧 而且的话呢 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去播放的 对吧 他的文件呢 每个都有单独的一个大小 都是可以直接去播放的 好吧 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个事 除了音乐下载以外呢 像我们的一个文本 对不对 你要爬小说 爬什么视频 对不对 爬咱们的一个图片 爬这个文本 都是可以去做的 对吧 还有一些自动化操作 好吧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爬松开发的一个强大之处 对吧 那他能够做的事 真的已经很多很多了 对吧 然后除了爬松开发以外呢 咱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 都是可以做的 那比如说 不要像我们想要做一个数据分析 对不对 想要做一个图表的一个处理 对吧 想要去做 想要去实现一些数据的一些处理 像大家的话呢 以前在工作当中 做过一些数据统计的同学呢 应该是能够感受到的 对吧 我去做这种数据表格 我做的非常难受 对不对 但数据分析的话呢 他就可以让你做到什么呢 做到将一些数据批量的去进行处理 将一些数据批量的进行处理 处理完之后的话呢 像他的一些格式啊 对吧 像他的一些这个空缺值啊 这些全部都可以给你搞定 对吧 然后直接右键代码运行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除此以外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去绘制成一些可视化图表 对吧 给大家演示一下 像我们可以做一些大量数据的一些汇总 对吧 那假设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啊 当前的话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原始数据啊 在这个原始数据里面的话呢 他们的一个空缺值的话呢 有很多 而且的话呢 每一个表格 他们的一个呃列明的话啊 都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 每一个表格 他的列明的话呢 都是有一些区别的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可以干嘛呢 哎 我们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python程序啊 对吧 就这么简单的一些代码 直接右键去运行 将这个广州 对吧 广东省的一个数据 批量的给它处理 处理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得到一个文件啊 得到这个文件呢 它里面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空缺值 对吧 然后呢 数据都非常的干净 对吧 然后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将这些数据 给它绘制成一些可视化的一些图表 举个例子 对吧 当前的话呢 我给大家去打开一个文件 给大家去看一看 你像我们去做一些可视化图表 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对吧 OK啊 来看 好 那当前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去做一个可视化图表啊 能够做出来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那这个可视化图表的话呢 你看像这些地图啊 对吧 还有丙图啊 还有这个柱状图啊 还有这个三角形的一个图 还有这个对吧 扇形图啊 这些图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数据分析做出来的 对吧 那这个的话呢 还要借用到一个什么技术呢 就如果你想要把它部署到咱们的一个网页当中的话 对吧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用网页去打开的 对不对 这个是可以做一些可视化图表 对吧 那既然你要做到网页的话 那是不是要用到咱们的一个网站开发 对不对 那么网站开发的话呢 其实也是我们Pathom的话呢 可以去做的 你看吧 你可以去开发一些网页 对不对 开发一些网站的一个服务 对吧 这个也是可以做的 给大家去看一看 像我们的话呢 会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 会给大家提供一个 我们员工的一个论坛管理系统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像我们还会提供一个后台管理系统 员工的一个 后台管理系统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论坛系统 对吧 也是我们这个网站开发当中呢 会有到的啊 是是是 是是啊 登录一下 嗯 等它跳转 那这个是我们前段的一个论坛系统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去做出这种网页 对不对 做出这种像类似于知乎的这种文章管理系统 对吧 这个都是可以去做的 你看我们在这里面去发布一些评论 对吧 发布一些评论 然后呢 去收藏 取消收藏 包括点赞回复 对吧 这些都是可以去实现的 包括我去点击关注 对啊 点击关注 这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个人的一个用户的一个信息修改 对吧 这个也是可以做到的 包括我们去换图片换名字 对吧 修改头像 修改日期等等等等 然后除此以外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后台管理系统 对吧 在这个后台管理系统当中的话呢 我们可以一键的去看到 咱们的一个网页 咱们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管理数据 对不对 大概的一个文章审核情况啊 对吧 这些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呢 一些数据的一些管理情况 对不对 通过这个的话呢 我们能够很直观的看到啊 在网页当中展示这些图表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这个就要用到咱们的一个 数据分析加上网站开发的一个技术了 对吧 这是我们网站开发的这部分 你可以去搭建服务 你也可以去搭建一个用战系统 对不对 你也可以去搭建一个商城服务 对吧 这个服务呢 都是可以去做到的 因为网站的话呢 它的一个搭建 基本原理呢 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对吧 所以呢 只要你掌握了这个前 这个后台的一个管理系统 然后再掌握咱们前端的一个论坛系统 对吧 基本上你想要去实现的 对不对 想要实现的一个网站的话呢 都是可以去做的 对吧 然后除此以外的话呢 就是一个比较火爆的领域了 对吧 就是一个人工智能 对不对 就是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了 那关于人工智能这个方向的话呢 它的一个内容是真的 比较的多 对吧 它能够做的呢 也是真的是比较的牛 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那个Chat 然后这个GPT 对不对 这个玩意的话呢 它就是依据人工智能的一些东西去做的 然后除此以外呢 像我们的一个设牌号识别 对吧 身份证号识别 什么什么什么识别 对吧 图像识别技术 对不对 还有咱们的一个人脸识别 对吧 什么瞳孔识别 对吧 这是基本上都是使用到的人工智能里面的技术 其实你的一个生活当中 已经遍布了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了 那只不过呢 可能你还没有感受出来 对吧 你比如说像这个 呃 这个交警 对吧 他闯红灯 说不说会有那个拍照吗 对不对 说不会有那个拍照 拍照以后的话呢 会不会识别你的一个设牌号 对不对 比如说你闯了个红灯 然后呢 过了几天啊 你就发现呢 你闯了红灯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提交到人工智能去进行一个审核的 对吧 都是人工智能可以做的 然后除此以外呢 还有咱们的一个翻译 对吧 咱们的一个智能翻译系统 这个也都是咱们的一个呃 Python 对吧 咱们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领域啊 自然语言处理 对不对 好吧 然后还有语音处理等等等等啊 这个呢 我就不去一一介绍了 好吧 呃 然后除此以外呢 像除了我们有正常的这些方向以外啊 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关于Python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那像有时候就不是喜欢 不会比较喜欢咱们的一个游戏开发吗 对不对 想要去开发自己的一款小游戏 对吧 这个可以做吗 当然也是可以做的 对不对 比如给大家去看一看啊 像我们的话呢 可以去做一款小游戏 对吧 可以做一款小游戏 然后这款小游戏的话叫雷霆战机啊 比较呃 比较简单的一款小游戏 对吧 容易死啊 对吧 比较简单的一款小游戏 对吧 除了这个游戏以外呢 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其他更加 呃 牛的一些游戏 对吧 这个也是有可以去做到的啊 对吧 这个就简单的演示一下 然后除了游戏开发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去做什么呢 哎 还可以做一些脚本啊 对吧 脚本开发 我会说老师什么是脚本开发呢 对不对 那脚本开发的话呢 其实你像我们可以做一些辅助脚本 对不对 可以做一些辅助游戏的一些外挂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咱们的一个图像识别的一个技术 对吧 去做到咱们的一个什么呢 去做到咱们的一个游戏外挂 做成咱们的一个游戏外挂 那比如说我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好吧 演示一下啊 当下的话呢 我们打开这个连连看 好吧 连连看大家玩过吧 对吧 这个就是小时候的一款小游戏 对不对 啊 两个坏连在一起 然后呢 两边点一下 哎 就可以实现一个连连看的一个小外挂 对不对 就可以实现一个连连看的一个功能 那比如说我们来到现在的话 我是胜率百分之百啊 然后的分数呢 也比较高 所以呢 我只能去到这个普通场 因为我外挂 这是确实开的太多了 对吧 然后拿到这里面以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呃 随意的参加一款小游戏啊 我就自己进来 好吧 找到这里 然后进来 OK 啊 那进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准备开始练习 啊 然后这个小游戏的话呢 可以 这个程序啊 它可以帮助我们直接的去 进行一个点击 你看 这现在的话呢 是我们手动去点击 对吧 手动去点击的话呢 可能我还得看很久 对不对 还得看很久 才能去找到它的一个来源 但是呢 现在呢 我用这个程序一键去运行 那么它的一个速度呢 是非常的快的 对吧 会直接的帮助我们 自动去点击这个内容 对吧 自动去点击这个操作 还没 然后呢 我就赢了 对吧 那赢了之后呢 想的想必肯定不用多说 跑路啊 直接跑路 对吧 这个是我们能够去做的一个游戏小外挂 对吧 一个游戏脚本啊 一个游戏脚本开发 除了游戏脚本开发以外呢 你像我们可以利用爬虫 去做更多的一些自动化脚本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实现的 对吧 然后除了这些行业以外呢 你包括我现在的话呢 有一些啊 不是有一些自动化运维 对不对 自动化测试啊 等等等等啊 都是会应用到咱们的一个Pathom里面的 那就是能够发现啊 咱们Pathom呢 总共能够去做的一些领域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对吧 能够去实现的一些东西呢 也是非常非常多 对吧 那人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呀 对吧 那如果我是想要去 学Pathom的话 对吧 我要去学哪一些东西 才能够去达到一个 那比如说老师 我想要去工作 对不对 那我要学哪些东西的话 才能够去工作呢 对吧 或者说有东西就说老师 那我要想要去做兼职 我要学哪些才能去做兼职呢 对吧 那这些的话呢 我们都会统一给大家去讲一下 好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 关于工作这一块啊 如果你是想要踏入工作这个行业的话 你想要去从事咱们Pathom的一个开发的话 那么当前你能够去选择的 对吧 或者说我推荐你去学习的一些方向 有哪些呢 比如咱们的一个爬村开发 对不对 爬村开发 以及咱们的一个数据分析 对吧 还有咱们的一个网站开发 这三个方向的话呢 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他们三个的话呢 这个每个方向 他们的门槛呢 并不是特别高 你就说只要你想要学 对吧 不管你现在呢 是什么专业 不管你现在呢 有没有这个证书 对吧 也不管你有没有学过 咱们的一个编程 你都是可以踏入到这个行业去学习的 那他们的门槛呢 比较的宽 对吧 但如果像下面的人说老师 哎网站开发 对吧 不对 像我们的人工智能 对吧 还有这个游戏开发和脚本开发 还有资本运员呢 对吧 这些的话 给大家一起讲一下 也详细的讲一下 像我们的一个人工智能 它的岗位呢 确实是有很多的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人工智能 它的一个要求 普遍的会比较的高 会比较的高 没有意思吧 就是说你如果要从事这个行业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需求 它的一个学历要求 还有它的一个英语和数学水平要求 都特别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像现在的话呢 你要从事人工智能 基本上很多的一些技术 你都得看国外的 为什么呢 对吧 因为国外的人工智能做的好 对吧 所以你才看国外的 那国内的技术做的好 可想而知 对吧 做的并不太好 对不对 不然也不用去看国外的了 对吧 那么当前的话呢 你既然要做这种 对吧 既然你要去做这个方向的话 那么你肯定得要懂英文 对吧 你肯定得要懂英文 而且要懂很多的一些专业名词 对吧 比如人工智能里面的一些 深度学习 对吧 还有一些这个各方面的一些单词 数学方面的一些专业单词 都是你需要去掌握学习的 对吧 然后除此以外的话呢 你还要去学好数学 因为人工智能的话 一半就是在做数学 对吧 所以这是一些固定的门槛 你没有办法绕过的 好吧 所以呢 如果你是想要 老师我确实对人工智能 这个方向呢 特别的 我觉得他特别的高 特别的这个高级 对吧 特别想学啊 那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先学其他的 先把其他的学好 然后慢慢再往这个方向去转 也是可以的 对吧 就不要想着说 一口气失声一个胖子 然后除此以外呢 就是我们下面的一个游戏开发 和脚本开发 这些的话呢 更加偏向于一些兴趣的同学 好吧 更加偏向于一些兴趣的同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方向 这些这两个东西呢 它只是属于一种兴趣类的 对吧 比如说你要去开发游戏 对不对 你想要做一个小游戏去玩一玩 对吧 你想要做一个小脚本去玩一玩 这个是OK的 但如果你像公司里面 它基本上是不需要这种东西的 明白吧 所以工作的话呢 就不要去学这种东西 当然你玩一下是无所谓的 但下面的话呢 自动化运维 自动化测试 对了 这个也是可以去找到工作的 可以找到工作的 但是呢 对于我们 它的门槛 它的门槛呢 也不高 对吧 也是可以找到工作 甚至呢 比我们的开发门槛更低 但是呢 它的薪资水平啊 确实比我们这个开发 传统的开发这个行业 工资水平呢 要低一节 要低一节 比如说这个是咱们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开发 但如果你是做这个测试 因为的话 可能大概呢 就是这个点 对吧 大概就到这里 然后这个是整个的话 有这么长 对吧 所以它的一个薪资会打大折扣啊 所以呢 呃 我的建议是还是从事这三方面的一个工作 对吧 然后这三方面工作呢 最好都去掌握一下 最好都去学习一下 因为知识面越广 你的一个技术呢 也会更加的好 你技术越好 你拿的工资也会更高 对吧 这个是关于工作 那么兼职呢 对吧 如果我是想要去做副业的话呢 哎 做副业的话呢 你可以去选择爬虫开发 对不对 以及咱们的一个数据分析去学习 明白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方向 它的一个兼职普遍会比较的多啊 你说基本上你一个月想要接个几个 大几个对吧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明白吧 就一个月呢 大概有个一千多块钱的一个收入 对吧 只要你愿意去做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明白吧 尤其像爬虫开发的一个兼职呢 是 其实是挺多的啊 对吧 可能很多东西没有去了解过 但爬虫开发的一个兼职 确实是比较多的 对吧 好吧 这是关于兼职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些方向啊 呃 然后除了兼职以外呢 那无非就是老师 我是兴趣了 对吧 你如果是兴趣学习的话呢 你可以去选择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去学习 好吧 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去学习 但是我的建议是呃 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是对于这个方向的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那其实无非还是听了Python 觉得Python的比较的厉害 对吧 觉得Python的他能够做的事比较多啊 所以呢 才会往这个方向去学习 对不对 那既然如此的话呢 何不就是何不去学习一些有作用的一些 对于你以后对于你未来有作用的一些方向呢 对不对 啊 比如说咱们的防御开发和数据分析 对吧 这些的话呢 对于你以后的话呢 可能会更有作用一些啊 它的一个功能也更加强大一些 对吧 就也没有必要说刻意的去纠结什么 游戏脚本啊 对吧 游戏什么什么玩意儿 对吧 这些的话呢 其实不是处于一种正当的赚钱途径 对吧 这是关于我们的学习啊 感兴趣的方向呢 大家尽量的可以选择 和这些工作相关的 因为你也想不到万一哪一天 对吧 你就从事了这个工作呢 对不对啊 万一哪一天你觉得 我现在这个工作做的不满意 对吧 工资呢太低了 然后呢 这个老板呢又很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你从事咱们的一个 对吧 编程开发啊 岂不是美哉 对吧 然后我们的这个python简介呢 就讲到这里啊 呃 然后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疑问的地方呢 也可以问我们的一个度假老师 好吧 嗯